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备关推在今天公布了今年一三展预备发布会的具体时间 是北京时间6月12日的凌晨4点 在去年的一三展预备发布会上发布的游戏 目前刺客信条起源 孤岛精魂5 南方公园完整破碎 这三款游戏已经发售 剩下的狂飙车神2 武力全开2018 骷髅与海谷 都是确定在2018年下半年发售 只有超越上岸2没有太多的消息 今年的预备一三展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全境封锁2 像开门狗3 细胞分裂星座 刺客信条的星座都是外界猜测 我们还是更加期待预备 这次能够给玩家带来不一样的游戏类型 土耳其的零售商网站voidu 这两天开启合金装备系列特会 乔导秀夫离开科勒美之前制作的三款系列作品 合金装备崛起复仇26元 和合金装备原爆点21元 以及合金装备幻痛40元 包括合金装备原爆点和合金装备幻痛 以及全DLC的合金装备5终极体验版56元 而且支付神数优惠码voidu3还能减3% 以上三款游戏都是锁国区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注册voidu需要科学上网 注册相对比较麻烦 再者就是合金装备幻痛和大包都已经售清 而且最后使用paypal支付的时候 需要关闭科学上网才能打开支付页面 哥特市风格的类rog回合制RPG游戏暗黑地牢 疯狂中三星史迪26元 劝你们千万别买这个游戏 因为它会让你开启一段休闲之旅 游戏中玩家可以招募领导一对英雄 在随机生成的地下地牢中探索战斗 除了随机生成的怪物以外 玩家还要与英雄的压力作战 游戏的战斗系统是横板的回合制战斗 有前后站位之分 比如前面是猴放肉的英雄 中间放刺客 末尾呢放远程脆皮 而且部分技能呢也有攻击距离 由于游戏的雇佣和解除英雄不需要付费 所以你不需要太重视前期英雄的死亡 相比而言 英雄饰品和金钱更加重要 接下方的泪魂游戏 迸发 平时低51元 本作在近期刚更新了一个免费DLC 切割边缘包 该DLC包括了三套新机械座架 以及三种类型独特武器和三套新延伸翼 这套天使机甲 外骨骼身上的二维码居然能够扫一扫 官方可以说是相当良心 期待一波迸发二 喜欢科幻的同学可以入一发被称为科幻黑魂的本作 同性模拟恋爱游戏 COME OUT ON TOP 一周特会新史低42元 作为一款以文字为主表达的游戏 没有简中语言和汉话呢 确实很伤 游戏中 玩家作为一名大四的学生 准备直面自己的情感 于是 在热心的所有帮助下 玩家开启了六条故事主线 和与十八个男孩的约会之旅 玩家可以定制这十八个男孩的胡须和体毛 并且还有神秘补丁哦 在视频的最后 照常求一波关注点赞收藏 欢迎关注 请不吝点赞收藏